跟你们说沉重了是吧 因为你仔细回想一下 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谈恋爱不都谈得这么任性吗 就你们现在这个 情绪的失控也好 还是细节的不在意也好 还是男生的那种吃飞醋也好 其实都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阶段 跨越过去了 真的没意思了 未来的相处 我相信即使你今天 明白了这个道理 在未来的路上 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但还会阴晴不定 尊重 不要固守在自己那里面 对男生来说 我怎么做得 更像一个成熟的男人 对女生来说 既然我喜欢上了这么一个 有点心眼小的男生 我应该怎么配合他 其实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都有 大家可以看看 往期的节目 听听老师的话就全在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虽然我知道 你平时挺照顾我的 然后对我比较宽容 就是我希望 你给我足够的耐心 然后也不要老去怀疑我 我今天来也不是就是 非要跟你分手 也就是发现问题 指出问题能解决了就好 然后听了这么多老师 然后这么多人说的 然后咱们自己肯定心里 也有一个去或留的 一个想法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谢谢 来 请开门 来 请开门 我们一起伤侣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一对的浪漫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